好 娘娘 娘娘今日 觉得身体好些了吗 好多了 快过来坐 谢谢娘娘 看娘娘的气色是好了很多 桃子跟我说 娘娘的毒解过之后 身子会十分虚弱 需要用一些血身补一补才好 我告诉了秦王 秦王便挑选了一些上好的血身 让我带进宫来 送给娘娘 替我多谢秦王 娘娘客气了 前些时日 听姑娘说 你是崔家军众之人 受秦王所托 一直在宫中照应我 真是辛苦姑娘了 没有 娘娘您客气 说是照应 不过都是锦娘 还有宫女们在张罗 我也就是过来 陪着娘娘说会儿话而已 不过来 姑娘 是秦王的心上人吧 我虽从未见过秦王 但在我处境最难之时 与她通过密信 她得为人之道 从种种细节能窥见一二 我知道她府中并无女眷 你一定是她的心上人 她才放心 将我托付于你 娘娘真是敏慧过人 我是一个师姐无意之人 唯有一死 才能了断此生 当初秦王答应过我 一定会帮我寻回太孙 我知道秦王 也是一个信守承诺之人 我的身份是先太子妃 如今在宫中 处境尴尬十分不妥 我想离开宫里 去一个僻静之处 找一处安身之地 也请姑娘转告秦王 成全我 娘娘放心 秦王必定会答应安排 我 你真的信何吗 我 你真的信何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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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